Twinweaver这个软体 第一个我会把它切到传统 因为传统的话跟前几个版本都一样 第二个是我会切到分割 然后旁边有个即时 那大部分你切到即时都可以看到结果 但是少部分如果牵涉到什么 像这个JQuery也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那个就是说 它也有类似像喜好设定档 不过它名称叫做local storage 也是可以存key value 跟我们之前那个 暂存档一样 但是它走的是html5 另外它有database 它有叫做web SQL database 而且观念上使用上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那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能直接在这边按即时 因为即时的时候 它里面不是一个真实的browser 它可以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可以直接用那个Chrome去浏览 不要用那个IE 因为IE可能会有相容性问题 那点击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类似像一个手机 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放大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宽一些些 因为实际上应该会很快的 可是因为我这边 就是稍微慢一点点 没有影响 OK 那这样的话 另外就是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马上设计 马上看到结果变更 不过不是所有的 部分的标签 都可以拿来这样做 那也就是说你们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这边有个叫做 资料 标签 你只要点选 比如说这个上面的图示 原来是齿轮状 对不对 我如果希望换个图示的话 它有大概内建的17个图 可以随时更改 所以点一下它 这个图 接下来 这边就会有一个属性标签 这个属性标签 这个属性标签 或者你直接再往下找 这边有个属性标签 里面的话 它这边就会出现什么 Data icon 就是它的属性标签 那里面的话 它这边是显示Grid Grid就是齿轮的意思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改成 这上面很多种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就是 这个plus 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边把它找一个plus OK 那plus 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reload一下 另外它也会把这个icon 帮你把它放进去 你也可以看到结果 OK 我理论上应该是 没这么慢 特别是它底下有两个bar 一个是上面一页 下面一页 我们刚刚改的是上面一页 所以你回到上一页 这边就有没有 就变成一个plus 的一个icon 就出来了 那其他颜色也可以 你可以点击 其他换个颜色等等的 这边都可以改 OK 那改完之后呢 我们如果希望能够把这个 看到结果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厉害一点 就是说 你们有几种做法 一个是 直接怎么样呢 放在Eclipse里面 第二种方式就是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 不过特别注意 你如果说还没有注册 只要有一个 一个Email信箱 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呢 目前 它有一个免费的 一个免费的这个 产生APP的 免费的这个账号 那你这边当然就是 register一下 自己注册一下 那我这边已经注册好一个 它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传上去之后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我把这个地方 做登录动作 那我之前是用一个 那个 Adobe ID 其实你认证一下 应该很 认证一下 应该不是这个 其实应该是 release 去注册一个 然后呢 你就把 刚刚的网站 压缩成一个日记IP档 传上去之后 它就自动帮你 转成APP了 你也可以拿那个APP 直接在手机上 看到结果 这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等一下讲的 把它放到 Eclipse 里面 一样可以变成APP 两种方式 不过这里的话 需要一个 一个账号 OK 当然各位需要有一个 那个 就是 就是 Fonegap的账号 你就用登录 我用Gmail的账号 新增一个也OK 它就是Adobe ID 那登录之后的话 我这边就会出现 我有登录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但是它有个缺点 它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只能产生一个 免费的APP 一个哦 第二个怎么办呢 就要付钱了 所以 如果说你要第二个的话 很抱歉不行 怎么办呢 不过我现在的策略是这样 所以说你可以把旧的删掉 删掉 删掉的话就点这个 一个settings 你可以把它删掉 可不可以重传 可以啊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上面的空间 当成是 帮你转换的空间 转换成APK的一个空间就可以 那重整一下 比如说这样就清掉了 反正转完之后 下一个清掉没关系啊 因为它已经变成APK了 我只要APK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清掉之后就可以转下一个 比如说我要重传 那记得就是说 把刚刚的网站 可以直接按右键 压缩 特别注意就是压缩成ZIP 你说阿亚图可以 那当然就不行 它就要ZIP 只能ZIP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压缩档在这里 第二个是我到那个 Fonegap的这个 它网址就是build b-u-i-l-d .phonegap.com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进来之后 就是反正你就注册一个账号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预设是空的 类似像 你就Upload a ZIP file 然后呢 进到这里面 去找到我刚刚桌面上的 那个ZIP档案 并且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 传上去之后 它就会帮我把ZIP 转换成一个APK档 另外再加上一个QR Code 按开启 这个时候它会upload 稍微等它一下 它就upload成功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会出现 它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确定要把它变成一个APP 最后要记得按这 ready to build 它只是传上去 OK ready to build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iOS预设定是红色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iOS的开发者账号 所以它一定不会帮你产生iOS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有iOS的开发者账号 并且已经登记了 它就会产生iOS 所以它也是一个跨平台的 一个技术 所以如果说 我们用Android SDK开发的话 很抱歉 iOS是跨不过去的 你要另外用Upture C 自己再去开发 所以如果你要跨平台的话 然后呢你又不会Upture C 你暂时还是可以解套 用这个方法还是OK的 那另外呢它也提供什么呢 提供那个Android 跟这个 这个叫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的占有率也很 不是很高啦 但至少有OK 好了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QR Code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你QR Code Scanner 打开来 它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直接让我们去扫描 扫描这个QR Code 扫到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帮我们直接装在手机上面了 看到的结果 如果已经安装上去的话 那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传上去的 这个画面 那我这边 各位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把它Scan一下 基本上也都可以 不过我讲过了 它只提供一组号码 所以你如果这个 马上可以Scan 那它这个Scan到之后的话 就会马上出现要不要下载 那一样你把它下载安装之后 在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它现在马上下载 需要一点时间 已经Download了 而且已经完成 它问你要不要打开 我把它打开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它问你要不要安装 那就把它安装起来 好了 那我看一下我的豌豆夹 豌豆夹 播放一下 理论上把它安装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 理论上的话 我这边已经装好了 那开起来之后 就会刚刚的东西就在这里 会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OK 而且还蛮快的 你会发现就这样子 一个APP就做出来了 所以以后 它其实也可以写成静态 就像早期你不一定要写动态网页 就出来了 刚刚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OK 大概是这样 各位可以先try一下 就是说那个phone gap 如果如果要产生一个 而且在手机上面跑 基本上还算 速度还算OK 还算OK 那只是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是 是 是 上次我们另外的预养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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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